您好欢迎收看8月1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副总统赖清德17号上午来到了位在副理乡的安德起治中心 还有宜峰园 起治中心的院生们一大早就在中心等待副总统到来 而赖清德他也和院生们一起玩游戏 参观他们的日常生活 赖清德他看完之后说很感动 因为安德起治中心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有满满的爱 赖清德一身轻松装扮与可爱的院生们互动玩游戏 赖清德来到花莲的第二天 一早就来参访由刘一峰神父负责的安德起治中心 并在刘一峰神父以及主教皇赵明的带领之下 参观每一间的工作室 关心每一位院生的生活 大战安德就像是个大家庭 特别是刘一峰神父中25岁 就从法国来到台湾 54年的青春岁月 都奉献给了台湾花莲 也奉献给了弱势的民众 刚刚看了他在这边所从事的种种时期 有仓库也是刘一峰神父打造的二手回收厂 赖清德表示 的确看到刘一峰把一生献给了玉里 让玉里在地的人感受到神父的爱 并也表示从来花莲第一天到现在 来到了玉里 也正式宣布协助处理原住民族转型正义 这也是来这趟花冬行程最主要的目的之一 来到花莲 一方面参加公元祭 另外一方面也了解原住民的相关事情 未来能够好好协助参与中共 落实原住民最关心的行政地的专程事项 另外一个重点的目的就是来到我们花莲 来拜访王主教 拜访刘一峰神父 感谢他们为花莲 为弱势民众的贡献 玉里最后一个行程就是来到了玉里的玉东国中 来参观由王嘉纳老师的木工班 甚至听取校长的玉东国中简报 接着就是来看学生们的工作室 赖清德这一次来到华东 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参访 来更了解民众需求 让台湾各个角落都能够被照顾到 记者高双双 玉里采访报道